黃國昌吼東管西管管很寬 管到你們國民黨內 他就說 建議國民黨好好看一看鍾小平 噼里啪啦罵一堆 從來沒看過像鍾小平 這麼無恥這麼low 講話都不負責任的 所以呢 國民黨你要看一看鍾小平 到底在幹嘛 希望國民黨好好給我處理鍾小平 然後這個部分是 因為柯玉安 他不是也這個以前民眾黨的啦 然後呢他現在也小牛嘛 然後他也是講說 這個柯文哲的確管錢的這個部分 然後結果就被民眾黨的罵 就是說 賺通告費 黑我們民眾黨 柯玉安就說 沒有 我賺了所有的通告費 我都會捐出去 結果他就PO出他的證明 他真的都捐了 捐給周思琦創立的 社團法人台灣球牙棒球發展協會 好啦 那現在呢 鋼鐵小草還在hold住阿伯的制度 就是說他們對於阿伯的支持程度 真的是熱情滿滿 儘管阿伯已經被羈押三個多禮拜 都快要邁入第四個禮拜的時間了 可是他們還是很熱情的在一支一支影片重新剪接 每周推出周周更新阿伯的動態 就是拿一些過去的影片來這個roll啦 所以我要先請小平議員 先講這個部分就好 就是你一直在跟黃國昌這個嗜好說藍跟黃要合作 可是人家都不買單耶 他講我心裡是很痛苦啦 因為他逼著講我 因為那些戰狼小姐姐 黃珊珊的系統 黃珊珊是後面指揮搞我嘛 然後簡單還沒有特別搞 因為我跟黃珊珊有仇 他沒有真的 因為他就派有仇 他派余美人出來 你跟黃珊珊有仇 有有有 有啦就選立委那時候 黃珊珊是新黨的時候 反正我們要到國民黨還要到親民黨 大家路線不同啦 平常一直大家很清楚 我想都是很多年前的事 他就非要推余美人來吧 不管 你為了報我仇不顧大局 今天有我這一席 就不用遷就高金樹梅你知道嗎 數人頭每一席都很重要 而我這一席是黨團的 他那個是叫 那叫做 黨友 黨友 黨友是沒有約束力沒有黨紀 那我 因為他被逼到 黃國昌被逼到 一定要表態變英派 不會就算有你這一席 他們國民黨還是會聽高金的 就算沒有高金還有黃國昌啊 沒有 那個 黨團內部跟白還是不太一樣 好 那我只請問你被逼的情況下 你就講這些話 我哪裡無恥來 請黃無章講我哪裡無恥 我做了十年善事 我以那個教徒信奉耶穌 是不是把薪水十分之一捐出來 我們十年來把薪水都 每個月捐十分之一薪水 養了一爛狗跟照顧顧兒院 那你做了什麼事 我不願意講這個事 你要講我無恥 我就必須講我不無恥的地方 我們做善事的地方 從節目講出來好不好 他的尺度跟你不一樣 對嘛 你有沒有陪小孩去念書 讀故事書給那些孤兒 你有沒有陪他們打籃球 你有嗎 你做了什麼事 怎麼在那邊噴口水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什麼時候 今天國民黨的考基會主委 對 你才對 是不是 對 國民黨是關你什麼事啊 他也是民進黨的這個 中平會主委 中平會主委 我們沒有講你白一句話 那我們是剛好你的組織 是你們白的這個主席嘛 那我們不是對柯主席有意見 我們對柯前市長 你貪污我有意見 我對這個不應該嗎 我當植物人啊 讓你這樣混過去啊 怎麼可能 我良心過不去啊 你良心過得去嗎你現在 他不只干 不干涉白影 他藍綠的黨務 他都要干涉 對 因為他不管自己白影黨務 他管人家的 你們為了權位 然後為了要搶地盤 然後一直搞阿伯 就要阿伯做成鬼的嗎 來報什麼民進黨的仇 賴清德仇 我跟妳講 我們是吃好心啊 我們抓他的貪腐 是沒有折扣的 阿伯 可是我們希望他認罪協商 繳出犯罪所得 少關幾年 我們講的話是有人性的 那你們有什麼人性 我跟他不同黨 阿伯你跟他同黨 你看他要關到死 你們什麼人啊 你們這些人啊 變曼德拉 壞嘛 曼德拉是爭取人權 關二十幾年 你是貪污耶 是不是 所以這些人沒有理念 我們看不起這些人 因為政治人物的高大上 是你有方向感 有理念 你要講得出來嘛 同樣的 我再回到我們的走預算 我們身為黨員 當然要支持走預算 對不對 就是這一個藍白合作 可是我們反對永遠凍結 因為以台北市 我再回到台北市議員的角色 這是超越國民黨的 台北市一年500多萬的 統籌付費款 一年100多億 然後還有差不多一兩百億的 那叫中央各項補助 疑情況 你幹了什麼事嗎 你要鬼的 一般性補助 一般補助 那我們一年 我們變得預算1800億 去年 今年可能要1850億 可能啦 那我們自從財源就1100億 七八百是靠中央啦 沒錯 那你要跟他鬧翻嗎 從這個角度是超越藍綠了吧 所以你們藍白合作 然後扣住總預算 然後程序委員會沒過 這個我沒有多少意見 可是不能 可是歹系不能脫捧 適度要下車 然後那才好好回到委員會 把符蛋的刪掉 我這樣講得很公道吧 你覺得藍白會卡到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下車 其實兩個院長見面就是下台階的 給兩個黨團的 所以你覺得快了 我就很快了 咖啡碗之後應該就可以 可是我們要我們的智庫 我們的助理 我們的黨團辦公室 要很用功的把 編的那些腐爛的那些挑出來 很精緻的 很有新聞性的 在委員會開 可以開會的時候就會講出來 那委員做很精緻的報告 質詢 對嘛 那就是 那個立法權跟行政權的 一個好的典範嘛 我這樣講對不對 對嘛 如果編的不好的話 你就講出來嘛 你又不講出來 然後整本退哪有這種事情啊 所以剛剛看得出來 黃國昌的這些批評 小平哥是有一點不太高興 因為作為一個台北市議員 監督台北市市長 監督台北市市政 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嘛 而且不但有是非正義 還心中充滿人性 還建議阿伯認罪協商少官幾年 是不是 所以黃國昌不要再罵了